這個是 智雲的手機穩定器 台灣代理商的正版 目前是手機上 頂規的 算有拆過還是沒拆過 沒拆過啊 它是貼 那個保證卡 看到吧 智雲5S三軸的手機穩定器 很開心 蝦皮上面有 蝦皮最便宜的是五千九百九十元 可是是水貨 因為 我另外一半有問他說 請問 如果這故障維修是送到 代理商嗎 他說 不是 不是送到代理商 所以他說直接送到他們的 購買地點 然後他 他說如果壞掉的話 不是人為因素壞掉的話 直接幫你換貨 然後我另外一半就跟我講說 那就是 水貨 保證書在這 它拆開長這樣 有一個 這叫手機吊飾 然後 這個滑滑的不知道是什麼 要問 要問我另外一半 我不太懂 運動的我比較懂 這個我不懂 滑滑的英文我看不懂 然後還有這個 乾燥機嗎 是乾燥機 這是 磁吸式的燈 我看 不會 好晚一點再看說明書 再教我另外一班教我 新人接禮物 以前都是大家想 就是我們兩個 送對方看 想到什麼送什麼 現在就是直接問說你想要什麼 我說我想要這個 我原本是想要買單軸的 可是後來 做一下功課 就想說 買三軸好了 因為就不用 一直換來換去 一次買最好的就好了 一次買最好的就好了 這樣對嗎 一次買最好的 他這樣子長這樣子 這是他的VIP的 會員 這個 智雲的他們有自己的 這個 APP 需要花錢買的會員 需要花錢買的會員 這個是 腳架 看起來很屌 這怎麼用 不會 應該是沒電吧 顏色蠻帥的 為什麼會晃 要先充電吧 這是 TopC 沒了 就這樣子 今天節禮物很喜歡 今天節禮物很喜歡 板機 那邊叫做板機 長按就變成瘋狗模式 就來吃板橋玉銘街的一個小龍湯刀 要先拿號碼來 等價號再錄作 今天的蝦人燒賣賣完了 這個是 小龍湯包嗎 應該 應該 然後這是 清蒸透豆腐 然後 哇 好多湯喔 這個是我們點的麻辣腸包 然後這是 蔬椒 蔬椒 然後它的中間 這是菜肉燈醬 有湯嗎 一點點 比較差一點